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一下幼犬如何打一鸟 其实之前的一期视频里我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今天我在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呢是一直遵循着 可以说我这么多年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幼犬21千必须驱逞加刃神 就是给小狗吃一点 哪怕他不吃不知道吃 你用手指头抹到他嘴里让他吃一点 逐渐接受这个食物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犬类动物的他这个母乳21千之后 他这个营养充分就下降的很快 所以21千我们要给他加辅料 就是加食物 当然有些来吃好的话 你加上他不吃 不吃的话你就用我那种方法 给他抹嘴里见 或者拿着小狗往那个食物里一站 是吧 这样的方式给他开一下神 然后7千之后 21千去宠家认识 7千之后也是28千 给他打第一针疫苗 第一针疫苗我都打 我都采用的是英特威的二连 为什么英特威的二连呢 因为英特威的二连可以在母源抗气之下产生作用 他不跟辉瑞似的 辉瑞你如果说你没断奶之前打辉瑞的四连的话 那白达他会被母源抗气把这个给给削叫 因为他是外来的细菌啊 他母源抗气就把他全部给给杀死掉了 但是英特威大二连可以用他 驱虫七千然后打疫苗 也就是说驱虫跟疫苗必须兼得七千 为什么要兼得七千呢 驱虫药 驱虫药他就是毒药 但是他那个剂量非常小 他说把虫子毒死 然后毒死狗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疫苗都是弱病毒注射到企内是吧 有的也一起打也可以 但是我是不建议 为什么 假如你这个狗状态是吧 身体有点弱 驱虫加疫苗一起做 你会造成狗的这个应急反应 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一定要间隔七千 然后激针疫苗是二十八千 当然这个不是定死了 你二十九千三十千三十一千 也都可以 打疫苗是必须在狗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下 不能感冒 不能拉肚子 不能呕吐 一切健康的情况下才能打疫苗 如果不健康 你就往后延时间 直到狗健康了 你才能注射疫苗 然后接二针跟激针呢 我的间隔是至少十五千 也就是说十五千之后都可以 但是不能往前 就是必须间隔十五千 第三针疫苗也是间隔十五千 如有小狗 你比如说感冒了之类的 有点拉肚子 那个就延后 也就是 这种情况下来说 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小狗的三针疫苗都可以做完 是吧 你如果 这是我自己个人总结的一套 我认为是非常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方法 因为我一直在用 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当然有些人 比较较巧巧 比较科班的那些 严格的尊照得 二十一千到三十千 才能间隔注射 两针疫苗 注射接二针疫苗 那这样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我不采用呢 因为我是 因为我作为繁殖 你早一千把疫苗打完了 这个狗早一千健康 是吧 时间拖的越长 潜在的不稳定性因素就越多 当然你个人家养 你怎么打那都无所谓 因为你那环境好是吧 犬舍的话 环境你环境再有美 你就是苏州园林市 也不能跟个人家养比较 为什么 因为你犬的密度肯定在那里 密度肯定是要大的 这是我的作为一个犬舍 我作为犬舍的一个打疫苗的方式 我都是选择英特威的二连跟四连 是吧 我一般理论上就是 第一针二连 第二针四连 第三针四连 我有的时候呢 击一针二连 击二针也二连 第三针采用四连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这个疫苗啊 连数越少 也就是防 也就是预防的疾病越少 它那个效果越好 是吧 所以我从来不采用什么六连八连之类的 连数越多 效果越不好 而且越容易造成这个身体排异的情况出现 你比如说八连 你一下给小狗身上注入八种抗气 是吧 我我认为八连给成全打可以 给右选我是坚决不认可的 至于辉瑞呢 辉瑞疫苗也是非常不错的疫苗 现在是非常主流的这么一种疫苗 但是我为什么不用辉瑞的疫苗呢 就是因为它不能在母源抗气下产生作用 所以我一直来说 我就不是用辉瑞的疫苗 辉瑞的疫苗呢 它因为这个四连的话 你注射到它会被母源抗气给给消掉 所以说呢 你要是用辉瑞的疫苗 必须断在一星期之后才能打 这个断在一星期之后 就是等它这个母源的抗气 就是逐渐的衰弱直到消失 然后注射上疫苗之后 疫苗在一星期之内才可以起到作用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又是一个两周 也就是一个十五千的一个时间期 但是吧 你作为一个诠释 为什么不用辉瑞的 就是这个期间 就是断奶之后 断奶之后这一星期 到疫苗起作用这一星期 这两个星期加起来 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说 我为什么一直用英特V 是我以前吃过亏 不是说辉瑞不好 只是辉瑞不适合我的方法 当然你个人家情养的话 英特V辉瑞 那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要知道这两种疫苗 一种是弱毒苗 一种是灯干苗 具体怎么区分 你可以百度一下 希望这就是今天的一个 关于疫苗的 诱全怎么打疫苗的 一个视频的分享 谢谢收看